台湾地震我们千里之外的安徽为啥有震感呢 4月3号上午台湾发生了地震 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我国最强地震 有感范围非常大啊 除了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之外 包括合肥五湖安庆等安徽多地居民都有感 这是为啥呢 安徽省地震局曾做过科普 这其实是一种那个共振现象 生活当中很常见 比如荡秋千啊 开始的时候是缓缓的荡啊 随后你的朋友按照秋千的自然节奏给你推下 你会发现自己当的更高了 这就是所谓的共振啊 当两者的节奏一致时啊 效果就会增加啊 就会增强 而我们的地球呢 就像一个巨大的能量源啊 当它震动的时候 就像是给秋千一个推力啊 这个震动波就像那个空气中传播的声音一样 能够能够走得很远啊 虽然地震中的有一些波动很快就消失了 但也会有一些波动啊 像低沉的那个低音一样 能够传得更远啊 不容易消失 而高龙呢 就像一个超级高的那个高球啊 当这些长距啊 离传来的那个地震波碰到高楼时啊 就像那个完美的推力一样 让建筑物啊 荡起来啊 这就是为什么 即使在离震中很远的地方啊 比如我们安徽啊 也能感受到地震的那个原因啊 那有人可能会担心啊 这样的震动 会不会让高楼不安全呢 实际上这个建筑师和工程师 在设计这个高楼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这些问题了啊 明明 好